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轮功遵循的真善人原则是非常珍贵的 85岁高龄的韩国艺术文化评论协会会长崔尚润观看了神语后 对3D天幕背景惊叹不已 现代的电脑技术文化评论 实感和生动感的背景 这是真正的影响 我感谢了 带着十岁女儿前来观看的赵润志 表示神秘演出非常精彩 神秘世界意识团结束在福山的演出 8日将在归尾上演 现场电台记者金艳 林虎 韩国釜山采访报道